郭先生 陳昇 郭先生 林英雄 蕾文青 你怎麼ceansry 謝謝懷orns 可能是未來他那5分這是被砍掉的講稿 所以開始在講我的臉書這樣子 對 好 我第一次見到華晨 其實真的也是2014年 就是那個詩集的發表會上 那時候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對 我們還沒有很熟 然後我看到他來 然後結束的時候 因為人很多 我看到他來我就跟他說 欸 華安老師妳好 因為那個時候 台大成名旁邊就是華安堂這樣子 那當然後來比較多接觸之後 對 那其實我先 就先澄清一下我的臉書的發表的動態 直線性的下降 那華安晨其實也是很少在發臉書的人 就是我們開始把自己的不管善或惡 對 從那個網路 暴露的網路給抽離開來 然後我們開始都長出了自己的殼 那當然華安晨他長我其實半個世代 那他更加的事故 然後更加懂得就是在現實裡面妥協跟應對 那因此我覺得華安晨的詩是 他在詩裡面反而是非常放肆的 就是放下了學院人的身段 然後放下了老師 然後放下了所謂的純粹的出情傳統的包袱 那去執行他的浪人美學 對 那這裡面也是 我等一下也會聊華晨的事 那我也是想要探討就是惡跟浪 這兩種行徑 這種既混合又互通 但是又互相有差異的 這種美學或詩學的實踐 那在我們如何在語言上面 從詩人的感情的脈絡 或一些表真表露出來 那講到惡的話其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在聊臉書 那其實我覺得 惡其實他有一個傳統 如果我們講到中國的古典哲學的話 從紛紜的各家百家興起的時候 荀子就很注重去討論 我記得是荀子吧 就是人性本惡這件事情 對 那相對於就是 其實惡跟上他就是一體的兩面 只是後來我們到了 近現代 我們到了當代 那有更多的西方哲學 有更多的我們自己的 不管是中國 台灣 香港的討論 我們開始在發掘這些東西 因為人性它是很大的一塊 那所謂的 尤其就是裡面本藏的某些 我相信大家都平常可能感覺到 就是某些小小的惡意 然後小小的尖銳 那個其實都是就是儲存在我們的體內 那可能跟任何的文化教養 跟任何的即使你出生非常良好 非常良善家庭背景 那可能都無關的 那就是人性裡面非常自然的一個部分 對 那所以說 等一下的話 我們會先從就是建立了一套很玩熟的 二支美學的波德拉爾聊期 那如果大家讀過就是波德拉爾的三文詩 或是詩的話 包括他的二支華 或是巴黎的憂鬱 就是他書寫在18世紀末19世紀出的 已經資本主義發展非常玩熟的 巴黎這樣的現代城市裡面 那人跟人的關係 它是變質以及扭曲的 那人對自己的想法 也是變得非常地陌生 或者是非常地異樣的 那跟就是前工業時代那種 或甚至是更以前的農業時代的 還沒有被 還沒有被文明跟城市 還沒有興起的歐洲的那個 人跟人之間的風景 是很不一樣的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 先講波德拉爾 先講波德拉爾 好 那我們要換業 那我自己大概也是在2014年 對 那我跟另一位詩人蔡林森 一起合作編輯了 波德拉爾的巴黎的憂鬱 這一本 著名的散文詩 這本詩集 它從形式上來講 它就是散文詩的一個爛傷 一個成熟的典範這樣子 那在巴黎的憂鬱 在講什麼呢 就是像我剛剛講在19世紀初的巴黎 在巴黎的這麼繁華 然後大家心裡面是那種浪漫 花都粉紅色的身上 我相信現在還有人不 不少人 這樣往就 巴黎的那種 好像是非常浪漫的 然後非常非常非常優雅的風景 很多人也許還在 蜜月的時候說 我要去巴黎這樣子 對 那但是在波特拉爾底下巴黎是什麼樣的風景 我們跟我們一般在 不管在觀光情報上 在網路在網路上面 然後所看到的 巴黎給我們的資訊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特別是波特拉爾他非常關注社會底層的人 這些人包括什麼樣的組成呢 包括妓女 乞丐 病人 以及就是勞工 還有就是賣藝為神的人 就是有點像吉普塞人這樣子 那在這座城市的表面上大放光明 燦爛輝煌的 的那些建築的黑暗的 陰暗的 從陰影光照不到的角落裡面 這些人在裡面伺服著 他們才是組成那個時候巴黎 這個城市的最主要的內容 最主要的群體 是這些人他們支撐著巴黎 擁有生生不絕的活力 讓這座城市像有機體一樣 不斷在增生 不斷在解釋自己 不斷在產生意義 不斷在編換風景 那這一首惡劣的玻璃降對 因為那個時候的 我們拿到的 從出版社那邊拿到的藝本 基本上是不大完善的 那所以後來就是我們 對照著比較好的藝本 以及就是 以及就是 就是我們等於編輯 自己兼了藝者的工作 從英文一字一字的去對照法文 然後再去對照中文 然後成就了現在這個藝本 那也附上了法文原文 我覺得基本上 應該是不會相差太多 那我講一下 分享一下這首惡劣的玻璃降 我想懷成應該就是 早就讀過了這樣子 對 那這一篇裡面 我想說我帶大家讀一遍 就是因為它很長 對如果用朗誦的話 其實也很奇怪這樣子 他說某些人擁有沉思者的性格 完全不適合付諸行動 就是某些人他 我想不管是 自己身為比較 內向比較沉浸的 或是身邊就是 一定充斥的這樣的人 他們看起來就是 總是在思考 總是在猶豫 緩緩的慢慢的 好像任何一個決定 任何一個變動 都要花上他們很長時間去決定 但是呢 就是這種人 就是波特來覺得兩個很激動 其實就是覺得真的很極端例子 就是有一種人因為害怕 他門房可能就是 就是管理員啊 可能就是按他的門鈴 然後跟他說 你有一封附文之類的 讓他不快樂 讓他覺得 灰暗的消息或信息 然後他就把自己關起來 然後或者是根本不敢進門 這樣因為他就是害怕 接收到就是生活 生活裡面負面的消息 那也有另一種人 他就是把信 把他收到 現在明明收到了 可是他就把那個信保留在手上 半個月一個月 他也不猜 出了同樣的原因 他就是害怕 其實就是有點 精神觀人證人 就是害怕 害怕心裡面寫了讓他不快樂的字句 或者是他不願意看到的東西 那或者是這個比較多 就是拖延症 一年前就是應該去做完的工作 對我自己常常這樣 然後卻得拖上六個月 六個月我覺得還算少的 就是不得不動工 然後還有就是 這些總之就是這些 看起來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完成 連最基本的生存的 最基本的事項他都沒有辦法好好做好的人 那在某些特定的時刻 他卻有溢於常人的勇氣去做一些非常非常荒唐的事情 那例如說啊哈 波大來說有 他有位朋友 我想他的朋友 就是反正可能都是他捏到出來的這樣 然後可以說是 世上最無害的夢想家 什麼叫世上最無害的夢想家 那簡單來說我的理解就是 他就是整天待在房子裡做很多白日夢 可是他不會去付出時間 就是也是實踐力行動力非常低的人 然後他竟然在森裡面放火 那只是為了看看火燒的是不是 就是像人們說的就是一發不可收拾的那麼快 下一頁謝謝 然後跟果腹革命一樣連續十次 可能因為森林很大很難燒吧 他都沒有成功 但是到第十頁次的時候 對他終於成功了 然後成功有點過了頭 那可能就是不只是一小片森林 他半座山都燒了之類的 那也有另一位朋友就是 他在裝滿火藥桶的 反正就是個危險 可能現在就是我們看到用黃油漆寫著 Danger的那種物品旁邊點了一個煙 然後他只是為了證明 為了看看自己的運氣 然後或者是為了證明說 我也有一些跟別人一樣的盧勇 去讓那些瞧不起我的人刮目想看 對那後來有沒有爆 我其實不知道應該是沒有爆炸這樣子 那還有一位就是比較害羞 然後比較膽怯的 對也是他的朋友 就是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永遠不敢正眼看著你 然後他跟別人交談其實只是買一杯咖啡 其實只是買一張電影票 對他來講都像是 面對失聲人面熟那樣巨大的挑戰 對但是他這樣的人呢 他卻會突然緊緊抱住一位 就是不認識的 突然經過他旁邊的一位老人的脖子 那個老人脖子想必是很脆弱的 然後所以大家也非常的錯愕 那到底為什麼他會產生這樣的行為呢 波特萊爾就是揮航奉笑的說 因為這張特別的臉不可抗拒的吸引住他嗎 也許吧 但各橫路前的假設是 然後這種假設其實可以套用到 我們每個人身上就是 就連我們本人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講到這裡接下來就會講到 波特萊爾他繼續 或者虛構一下他自己的一個 惡作劇的玩笑 那其實如果大家 能夠留心的看這一篇裡面的字句的話 他其實透露了很多線索 就是現代都市裡面的 現代人的百無聊來 這種百無聊來在於 我們身上許多的能力都已經被剝奪了 我們勞動的能力被機器剝奪了 我們談話的能力被 被 如今的話可能是被email 或是被社群媒體剝奪了 我們面對人 接應人的能力 就藏在我們一張又一張精心推出來 然後當作自己的防護盔甲的照片 或者是摘引一些多多小雨底下 我們自己本身的能夠真正接觸到這個世界的現實 踩到這個世界土地上的那些能力已經沒了 然後我們就是每天因為生活的有限性 然後因為可能不知道要幹什麼 然後也沒有那麼多的餘錢 然後也沒有那麼多的朋友 就把自己關在小房間裡面 然後拼命的打電腦 如果是現在的話可能是這樣 那總而是這種到現代都市裡面 人跟人之間的疏離去讓人產生某種彷彿 你知道綠巨人好客因為很憤怒的時候 他就會變身嘛 他就會從一個普通人變身成一個巨大的怪物 那個就是他體內的憤怒 他內在的憤怒內在抽象情緒表現在他的外在上 那是一個內在巨像話的手法這樣子 那如果他用到這一篇 他用到波特萊爾的筆下的話 我猜想他可能要說的是 人們一個普通人也會因為寂寞 而變身成一個小小的魔鬼 對可能不至於到撒旦那樣的地步 對當然可能也有這樣子 對但是在那個時候他的觀察就是 所謂人們心中的邪惡的念頭 人們心中的惡系的觸角 就是從這種寂寞 孤獨 無所事事 百無聊天的空隙中轉身而出的這樣 好 這一篇真的好長喔 我好累 等一下等一下趕快交給懷成這樣子 那這一篇後來我簡單講一下就是 他講到他自己 他自己同樣也有這個毛病這樣子 或是這個現代都市人的現代病 對他總而言之就是有一天他看到了 就是真的是很無聊 然後可能也是像這樣星期天的 好想睡覺的下午 看到一個賣玻璃製品的玻璃醬 然後走過他家的樓下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在那個時候就是大家 手工一手要兜售商品的方式 他沒有網拍嘛 也不會租發財車這樣沿路繳賣 他就是把所有的家當都背在身上 那大家可以想像玻璃是多麼易碎的物品 他一個人走在街上 那樣的人走在街上就像一大串風鈴這樣 零零零不斷作響就非常的危險 然後波代竟然把這個人叫上了樓 我不知道他住幾樓 可能住五樓好了 我們設定他住五樓 然後就會有這一大串危險易碎的玻璃風鈴 人體玻璃風鈴這樣通通通通通 然後這樣子一個階梯一個階梯的慢慢的爬上他家的前廊 的玄關 然後他對於這個玻璃醬 他對於他滿頭大丸爬上來 通常我們看到一個站微微的就是爬樓梯的長者 我們孕婦我們已經會升側影之星了 可是波代達他就是惡到 他就是惡意到底 他就是翻開那個玻璃醬的背後的行李 然後挑三減四然後可能還碰烈了好幾個說 你為什麼沒有彩色玻璃 你為什麼沒有那種粉紅的紅色藍色玻璃 可以讓我們從這個玻璃映照出去看到這世界風裡 風景變得更彩色更柔和的那種玻璃窗 到底誰會在街上賣馬賽克玻璃窗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荒誕的事情 然後他還罵那個玻璃醬說你這無恥的傻瓜 你竟敢在我們這種窮人的平民去到處閒逛 你知道我們的生活多辛苦嗎 然後你兜錯這些無用的廢物 你卻不懂得或是不願意讓我們知道我們真的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的是讓這個這麼貧乏的這麼窮困的生活 至少在表象上看起來更好一點 總而言之他可能就是很想要一扇就是教堂那種馬賽克玻璃窗這樣 然後他就用力的把就是很無情的把那個人把那個玻璃醬趕走了 那事情還不止於此 他那個玻璃醬趕走之後玻璃醬想必又是很辛苦從五樓爬到一樓 然後當他好不容易就是抵達了馬路之後 就波特萊爾家樓下的馬路之後 那這個我就波特萊爾他敘述他自己他抓起一隻小花盆 可能就多肉植物弄花盆然後就放手 然後根據重力加速度運動 然後那個小花盆就砰砰砸在了那個玻璃醬的 背後的那一大包玻璃上面 然後讓他整個人就是鋪接跌倒 然後所以他形容那樣的景象就像那壯麗清脆的巨像 有如一座水晶宮被爆雷擊中劈得粉碎 那這個情緒其實就有一點那個 我忘記是打解還是包四應該是包四 就是聽那個撕破撕醜的聲音而開心的就是哈哈大笑的那種狀況 最後就是那個這個主人翁就是一邊又陶醉 然後一邊得意一邊又憤怒的朝樓下那個可憐的漿火大好說 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 那其實最後這兩句其實真的是非常的比較尖銳的 就是什麼是美好的生活 但現在東西真的有所謂美好的生活嗎 我們認為的美好生活是什麼構成的 是不斷的遠遠不絕的包圍我們的商品 交易行為 金錢 娛樂享受 感官享受 是這種東西包圍了我們 構成我們對生活有一種美好的感官的享受 但是對於社會的邊緣人或底層人來講 對於沒有能力去購買這些物質享受的人們來講 他們的生活就是一片會安 就是全無希望的 這個就是當你身在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的 絞碎絞肉機下面 你微小的一個個人很難去抗拒很難去反抗的一個事情 因為這個巨大的時代已經幫你決定好了 所以你能做的是什麼 就是像波特萊爾這樣開一個可能不致命的 然後讓他自己得到暫時愉悅的惡作劇的玩笑這樣子 那台灣其實魯迅剛剛懷生說 魯迅這種對惡的對死亡對腐敗的執迷 那其實在台灣有已經就是被了很多的文學人跟詩人 就是抓住了這個精神啊 包括詩人楊澤然後剛剛說的唐娟啊 詩人楊嘉欣也非常的對魯迅非常的熟悉這樣 那講到唐娟的話對因為就是要講唐娟 那唐娟的話我本來就是我過去比較常分享的是 他的出道的應該是成熟的代表作就是《無邪的大陸》 那在這首光在這首詩裡面 他就對很明顯的對魯迅做了致敬這樣 他在《無邪的大陸》這首詩裡面寫到 嗯…鳥在半空中冬住 沒有人安安的死沒有人哭 花花跌落是千萬可好看的頭顱 如狂風清晰的果園 扣人新鮮的骰子 引起一陣陣歡呼 我不禁有了塵寒的大歡喜 異胎的笑聲從眼眶裡流出 沒有人死沒有人硬硬的哭 這就是你常聽人說的無邪的大陸 那在這本《同名詩集》裡面 其實我非常欣賞唐娟這本《同名詩集》 他在當代我們當代的台灣 我們比較熟悉的有幾個美學的 傳統美學典範楊木或者是《余光中》 或者是他都會在一個 或者是近代大家比較熟悉的羅志成楊澤 那其實這些人比較早年 或比較熟為人文青們所知的詩作 都是在一個描寫 比較偏向善美真 或者是某種年少浪漫寫氣燦爛的 那種抒情的情懷的筆觸下面 但唐娟他當然之前出過《異氣草》 跟另外一本書 那在《無邪大陸》裡面 我覺得他就是你喜歡魯迅是一回事 但你敢不敢在自己代表你個人的詩句 你個人的文字裡面把魯迅融進來 做你自己的一部分是另一回事 因為很不討喜 就像華晨說的 沒有人會喜歡在約會的時候 為女朋友朗誦一段魯迅 那個真是太恐怖的事情了 對 然後 所以我今天本來要分享 大概就是可以幫我轉一下嗎 唐娟的另外一首《無邪大陸》這本詩集裡面的 《聯合文學》有在版 我真的很鼓勵大家收藏這本詩集 我的詩和父親的談 對 那這首詩真的很長 我真的在考慮要不要念 我不要念好了 對 那其實可以看到就是 在這首詩裡面 唐娟他把就是 他繼續寫他的 他繼續寫他生理上 他的身體上的一個源頭 就是他的父親他的家 這個生他養他 跟他有賦予他血肉 跟他有血清關係的人 然後同時他把這種身體的受養的血肉 跟他所寫的詩的血肉 詩的語言的血肉 詩的語言的靈魂兩相結合起來 所以可以看到說 他其實就是一直在書寫他的父親 他父親的形象 是怎麼樣的形象 是一個種種竹筍 在山上可能有一個竹筍員 有一個農寮農舍 對 然後在我記得唐娟是嘉義人 總而言之是在比較 是在遠離都市的繁華市中心的地區的 山上面 然後那種很傳統的 然後也可能沒有什麼 受過什麼教育 沒有很好看的學歷的 那樣的很典型的 的一種某種台灣男人的 台灣的父親的形象這樣子 然後其實一開始 這首是一開始 其實他已經在追眠他父親的死了 他寫到 他生出沾滿損味的執掌 在牌桌上堆砌粉種般的白霓虹傳 一張張筍桿製成的大鈔 在灼熱的眼眶裡燃燒 一根根明紙捲成的香菸 在鐵灰色的氣管 支氣管中衍生烏雲一樣的咳嗽 於濃坦而我 對 兩百公里外的我 左手端起咖啡裡面 拋著女友的臉龐 右手套弄著一隻康奮的筆桿 這變成套弄筆桿 這個性感是很強 就是父親的死亡 與父親 父的死亡 父的衰敗 與兒子子的青春 然後子的 與青春正盛這種 伴隨著生存慾而來的勃發心慾 與父親那邊 漸漸增強相對於生存慾的 父親那邊漸漸增強的死亡欲 就是有很明顯的對照 但是透過 好像是他建立了一個通道 這個通道是什麼 在詩裡面的形象 這個通道是香菸 這個通道是 捲起來的香菸 然後鐵灰色的 父親鐵灰色的支氣管 以及他兒子手上的 正不斷地快速書寫 噴發出精益和墨水的筆桿 這樣子 那種直條形的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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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帶一樣 連接著兩代雄性 兩代的男性的那種通道 就是在詩裡面 藉由這種很 非常非典的 非常不優雅 不抒情傳統 不溫柔敦厚的 這種形象建立起來 那在這種通道裡面流通的是什麼 在這種 在這種 由 由 名字捲成的香菸和 父親那個已經敗壞 可能 煙錯太多油 你知道有肺炎 或肺癌那種 鐵 已經腐敗的氣管 在鼻竿裡面 流動的是什麼 是兒子的詩和父親的痰 是父的病 與子的 父的病 父的死與子的生 對 那 大家講到詩都會想到說 詩應該有什麼生法 我覺得就像剛剛懷成說的 其實對於 他舉的是晚安詩當例子 對於晚安詩這種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很快的閱讀到 很 很 怎麼講 很甜美的去享受 當作睡前或是捷運讀物的 這種類型的詩 以及去非常嚴肅的 用非常嚴肅 非常臭的臉孔 然後去講非常不討喜 非常讓人不愉快的 生之惡生之腐敗 死之愉悅 然後去講屍體 然後去講人的死亡 去講時代之死 然後去講人之惡 講生之惡的這種純文學的 比較純文學比較冷屁 比較冷門小眾的多的詩 這個是兩種完全 我覺得是非常不一樣的選擇 那端看在你怎麼去 你怎麼去選擇你自己 對於詩或對於文學的觀點 你把詩當作 你若是把文學或詩 當作一個商品 當作可以印在馬克杯上的 一個漂亮的裝飾 當作你可以花錢購買到的一次 或一個月安撫自己的失戀 或受創或空虛寂寞的心靈的 那種特效藥的話 而你就會 可能比較會選擇 我們又一直在攻擊碗還是 比較無怨無仇 就是可能會選擇 那樣比較輕快的 比較無傷的 然後你可以在其中找到撫慰 就像你餓的時候 你吃一顆巧克力 你會覺得甜美愉悅的 那樣的東西 但如果你願意像挖掘去 挖掘去接自己身上的蒼巴 去接自己身上繼承了 或是沾染了 你所屬的國族民族 你所在的島嶼那些 不管是非常令人覺得痛苦的傳統 然後社會價值 以及就是累積了幾千幾百年 你無能為力的民族性 還有那些 還有從以前到現在 至今沒有消止的政治的操弄 如果你願意就是 讓自己過得比較不安穩 比較不安寧 比較不會在星期日快樂的 溫柔的春風中睡著的話 你就會去選擇魯迅那一種書寫 那我覺得唐娟也是這一種書寫 他可能就是不像魯迅那樣 那麼積極 積變 那麼深沉痛悟的去抨擊國家之惡 政治之惡 封建之惡 可是唐娟他所做的是 他很深刻去挖掘自己的 自己的東西 他從無邪道這本他寫了 寫了父親寫了朋友寫了弟弟寫了母親 他從家開始 他從家這個構成我們社會結構最基本的單位開始 然後在他其他的作品中 他慢慢去擴散或加入一些遊戲性 或加入一些網路流行語 加入一些當代社群媒體所需要的元素 需要的形式 但是在我寫到這本實體中 他是非常嚴肅的去談到說 一個家庭裡面的一個父輩 你的父親經驗 母親經驗 你的家族的背景 還有你生長的環境 那是如何像宿密論一樣 無法擺脫 深深植在他的身體裡 以至於他只要拿起筆桿 他寫下的詩句 就是像他父親的談那樣 充滿了細菌 充滿了山上的泥土 充滿了那些骯髒的招票的氣味 然後像符咒一樣 然後像惡鬼一樣 像山裡面那些摩西亞的惡靈傳說一樣 生殖在他的詩裡面 所以他註定不能夠寫善美的詩 對 我對唐娟這首詩的解讀大師這樣 就如同他這首詩裡面最後一句說 扎實的醜陋未養虛無的美感 醜陋與美 惡之美是怎麼樣被生發出來的 在他就是我的詩和父親的談 在他就是不斷的去以詩去追問 他自己從何處來他生而為人的 以及生存的根本意義去正視自己 可能在年少時很想要擺脫 很想要割斷 很想要到城市去忘卻那些農寮野狗 狗屎或牛屎之類的東西 其實因為講到這邊其實就是像美一樣 美有很多表現方式沒有很多路線 那惡也有很多表現方式有很多路線 那像剛剛包括華奕承談了非常多的魯迅 然後伯德萊爾以及到唐娟 那其實這三位就是三種很不一樣的惡的美學的實踐 他們所表現出來對於惡或醜惡或者是邪惡或惡意的 或惡惡的思辨的想法以及他們選擇切入的角度 他們選擇的意向凝視的對象 那都是因人而異的這樣子 那惡到了當代我們比較熟悉的 或我們與我們年紀比較相近的寫作者比下 他就開始有了種種的變體 對 所以接下來我要來朗誦吳懷承的詩 七條通道 再往上拉一點 往上 把它放到頂 七條通道 不能嗎 不能 好的 那等一下再麻煩換頁 那我先說一下我讀 懷承他在他最新的詩集《讓人贏》裡面就是 有一個系列就是條通的林森北路系列 對 那這個系列裡面他從 我記得是三條通吧 寫到八條通這樣子 然後再來中間又插序了 兩首林森北路之歌這樣的作品 那對 那七條通這個的話 首先我自己也住過 我自己也住過六條通七條通附近 那如果大家晚上到或是白天 就是大家如果有到那邊去的話 到林森北路一帶去的話就會知道 在條通那邊白天跟晚上完全是不一樣的風景 白天那些熄滅的霓紅燈 然後緊閉的鐵門 然後悔暗的玻璃 床到晚上全部大放光明 然後充滿了人影燈影酒香燈光這樣子 對 那那邊的夜生活也是非常 至今還是台北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個風景 大家如果晚上沒事 沒什麼好吃的 可是如果想逛街可以到那邊去走一走這樣子 對 那在條通上面呢 其實最多的是什麼 最多就是醉汗 就是隨時隨地都有喝醉的人 就是從旁邊衝出來想你一跳這樣子 然後醉汗旁邊通常有個漂亮的 看起來像小姐的人 因為她可能是男的 對 就是真的是非常漂亮 然後脂粉精緻 然後在路上碰到就是身為女性 都會自探俘虜的那種漂亮的女孩子 那個就是條通裡面風景最鮮明最刺目的地方 這樣就是人們到條通那邊要幹什麼 特別是晚上到條通那邊要幹什麼 要 他們要的就是擺脫白日那些太明亮的 然後他們背負的可能太沉重的 他們不得不衛裝的那些包袱那些虧獎 他們要卸下自己的防火牆安全防線 然後踏入這個夜裡面在黑暗裡面 在陰影裡面在無光之處的掩蔽掩護之下 那所生發出來的種種 種種我們說是私營慾也好 那種種的慾望 那個慾望裡面就是會有一朵一朵小小的 屬於台灣的當代的條通的二枝花 在裡面綻放這樣子 性慾、食慾、酒慾、物慾 就全部混淆成一團 然後就變成呕吐彈在路邊這樣 那我先唸 我唸一下這首詩 七條童吳懷春 夜 夜是最久的米娘 林森北路的大街上 夜是密著枝翼的通道 而我總呼喊著渴 而子夜 子夜受罪 子夜是密著枝翼的魔 裙子撩到妖眼 蜜蜜 石流之傲 女夜 女夜是吉普賽 無靈的血 踢踢踢踢 四檔 示針 戒不掉的手印 女夜的嘴 似一枚剛剖開的五花果 裡頭含著火鳥的坑 而無夜 無夜把胸衣扯一旁露出 飛碎乳房一族勾勒 一把雲上六條童的魯漢眼 共鋒 樂空不耳 銅板的背面清純 一片天光滋滋的黃 徹夜亮腔的魂靈 未來於底幕中 乃像溫暖 而齊樓下一陣牌 隱映初醒 一根墊桿木亭隔著月 暗默的盲天使 緩緩不出七條童的結曲 緩緩融入景色迷蒙的大氣焚澈 木語夜數無常 而石流無語 而荷花荷花幾月開 三月不開 然聖人之道中 唯有一日時行於事 那我讀了這首詩 其實我覺得就是 語言上面很有特色的是 我們可以看到 詩的前半端用了短句 然後用了非常直接指射的 關於身體的局部器官 就是關於乳房 我覺得這位做得真的很care 就是乳房這件事情 就他一直寫到 葉他有那麼女性化的第二性 他有那麼肥碩的胸房 然後分泌出黑暗的濃黑的屬於 夜晚縱樂的乳汁 然後去讓整個 去讓整個 整個街道去讓每個經過這個街道 或在裡面靜音器中送禦作惡的人們 就是全部都沾染上這種關於惡的 關於惡歡 關於惡樂的氣味 對可是在詩的結尾他又用了 作者又用了 往上一點 對他又用了那個 荷花荷花幾月乾 這其實是 我記得沒錯就是一首 名歌甚至是兒歌那樣的 有點像 有點像樂輔的型版那樣的形式 那這首詩不知道為什麼 也讓我聯想到 樂輔詩就是子葉這個祖詩祖曲這樣子 那子葉他在講什麼 他是吳歌 他是男弟的 男弟的民歌 那據說是一個 名字就叫做子葉的女子 他所作 他裡面在講的就是 簡而言之就是被分手 他就是在講一個女人 他明明與他的愛人約定好了 要長相思守 就算是遠距戀愛 然後也要就是 終身不渝這樣 但是最後他的 因為遠地相隔遙遠的關係 那他的愛人就是背叛了他 於是他非常的憤怒 他非常的痛苦 然後往日那種 歡樂的兩人相聚的時候 他把頭髮垂下來 披在愛人膝蓋上的那種甜蜜 如今全部都變成了怨婦的詛咒 就他也不梳頭了 然後他也不好好的把衣服穿好 而且在 在這個子葉的這個女人的身體 他是有非常大的怨恨之果 與情欲之果同時在燃燒著的 因為愛人跑掉了 就是他那種空虧的 空虛的 空缺的情欲 就是永遠被填補 不忘了 對 然後所以那個 有點像 有點像 有點像就是 日本的傳說裡面就是 怨渡的女子 幻化作夜叉那種情形 對 然後在那個 七橋中這首詩 其實這首詩還算是 我覺得算是還蠻 還蠻可 還蠻 還沒有那麼入情的 但我覺得這首詩可以體現出 就是誤壞成他的詩的風格裡面的一個在 如果我們要講惡的體系 惡的脈絡裡面 一條線索就是浪這個字 那讓人是什麼 他沒有把自己 他不會把自己 帶入就是在場的一個主題裡面 至少在這個詩裡面是這樣 他好像就是 一直飄飄當當在旁邊 然後以一個觀看者 觀看的眼光 然後去看這些 世間冷暖 紅男綠女 然後冷雨笑 那種紙醉金迷 對 然後最後他在冷冷的 或是涼涼的去下一個劫語 就是聖人之道 終未有一日誓心於世 對 那這樣的一個 好像關於聖人之道的一種 放在了這種就是 城市裡面非常就是 肉欲横流的一個角落 那個那樣的反差 然後那樣的 那樣的大家 所有人都 單於就是鴛鴦準備 然後軟欲溫香之中的 把自己定在裡面 把自己陷在裡面 把自己拚命的做為 就是此刻在場 用感官的歡樂去證明自己 存在的意義 存在的價值的這種狀況 那關於那另一個 那拉開一段距離的話 那讓人他的眼光 他旁觀的這些惡 他平術這些惡 那他不動聲色的去沾一點這些惡 但又不會整個染上自己的身體 那我不知道懷神對於自己的這個狀態 或是距離感 或是這種美學的 或這個標籤號 你是怎麼看這樣 我覺得 因為楊哲我稍微補充一下 楊哲老師 他也是嘉義人講 那他自述啦 他常常在談自己說 他當年來到台北啊 然後來到 來到台北 然後資深這樣子念台大 然後他精益於台北西門町那種 當時應該是 現在可能比較不是 就是時髦時尚集中地 最新穎最多變的那個 那個城市的那個前鋒這樣子 然後他把台北就是 他自己常常在演講的時候說 他把台北萬華那一代形容做 就是一個國際上面 或世界上面的一個小碼頭 那這個小碼頭的小 當然是相對於他後來就是 就是去了美國看到真正的大港 那樣子的一個對照的形容這樣子 所以就是 但他年輕的時候 他寫了很多 我想發現應該比我更清楚 就是很多去講台北 台北講西門町 然後講以及他 他有去別的地方去 反而是他去到那種很繁華的大都會 都會行的地方他就會靜訝的寫下 一首詩來著這樣子 對所以這個是這樣子 他很 這個就是滿有趣 那跟他以前的 當然他在嘉義也是在比較 比較好的 怎麼講 環境比較好的地方 然後比較有人文 比較 家族裡面就是很有文化的那個大家族這樣 然後比較有人文氣息的地方 但是就是關於正跟成 然後邊緣 邊緣我們說嘉義是邊緣的話 相對邊緣的話 台北作為相對中心的 這樣的一個距離的 在他然後再從他自己身上的 體感的體驗或是精神的震盪 上面所生發出來的一種 用詩來書寫 用詩來記錄 用詩來思索 用詩來感情 這樣的事情 對 所以大家也可以 好 趕快去買 今年一課再版的 常惠學派來誕生 彷彿在軍庫的城堡 還有新49首 就是毛邊書喔 這樣 好 那接下來其實我覺得 我們因為還要預留 就是提問跟討論的時間 那我稍微簡單的講一下 引力川 對 終於講到一位女詩人這樣子 對 那引力川 我講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 是他的小說 他有一部 之前好幾年前 寶貧文化出版的小說 叫《賤人》 對 是非常好看的一部 一本長篇這樣子 對 那 引力川跟《紅印》 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如果在比較 靠我們 你時代比較近的 中國的女作家裡面 體感書寫最好的兩位 那當然你要算詩的話 余秀華 余秀華也是那個 體感非常強烈的 一位寫作者 那引力川他的 因為他其實 作為小說家的角色 比較強烈 所以他在詩裡面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詩的語言 跟我們習慣看到那種 就是已經經過許多的 怎麼講 擁有許多 背負了許多傳統 許多繼承 受過很多 中文系的 或是文學院的 文學訓練的寫作者 以及自信奉的抒情傳統 或是抒情純度的寫作者 非常不一樣的風景 那首先他是中國人嘛 應該是比較常在北京這樣子 那這首詩就是 大概是在911之後寫的 剛剛詩裡面提到911 那我唸一下 海洛英八號 引力川 起先的故事 是對面的女孩講的 說911被預言過 大國要動用核武 明年就世界末日 然後我說起一個行為不易說 某男當眾吃掉一份流產肉胎 胎是他找一個妓女 父親幹過懷上留下的 這邊的動態感多好 就是父親幹過懷上留下 動態感只好 接著老CT到西北的毒販 讓吸毒女西世上最炫的海洛英四號 等他十月懷胎 生子拿嬰孩的骨頭和四號粉末 一起練出更炫的八號 後來我們只好又說起世間末日 一邊吃燒烤一邊看電視 節目裡一條狗去高速公路自殺 牠沒死成 非本的汽車嘎然而止 這是一個輪胎廣告 那狗演得真不錯 目光悲傷極了 那這首詩裡面就是 如果我們去用一個畫面 一個獨幕劇來想像的話 好像就是舞台上 然後有幾個酒肉朋友 然後聚在一起 周六晚上大家不知道幹嘛 又是當代都市裡面那種百無聊賴空虛 然後要找個出口去宣洩或找話題來 殺時間的那種生活態度 你要說很撥派可能也很撥派這樣子 但當然你要說很資本主義 當然也是 這就是一個很混合的 我們生活裡面常常會有的一個混合體的樣子 然後他們在談論世界末日 那在世界末日其實我們 我大概從小學的時候我就聽過關於末日的預言 可是末日一直沒有來 我們總是在為我們 我們身為生者 我們身為活人 我們總是在為死亡做準備 我們總是期待著一場大災難 為什麼我們期待災難 因為那樣子我們所有的構點 人類的我們自己的無垢 我們自己的過錯 可以重新再來 重新再來在我們現在的 身在這個線性時間裡面 一直不斷往前跑 無法回頭的時間的跑道上面 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是一旦末日來到 那毀滅 那種毀滅欲同時也代表了 重生的希望 重生的慾望 然後就像一個母親她流進自己的血 然後把一個新生的胎兒生下來 母體的死亡去換取一個新生命的 乾淨無垢新生命的新的誕生這樣子 那詩裡面當然提到很多 就是關於我們看到就是在中國的都市裡面 然後那些我們常常也在我們台灣的電視新聞裡面 可以看到那種光怪陸禮的 你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可以去幹那麼荒謬的事情 這些人腦袋一袋一袋 想什麼的形象 但是尹利川她 我剛剛前面講過她是一個身體感非常強烈的書寫者 她尤其就是你可以在她筆下看到很多關於女性身體的變異破裂 然後特別是她還蠻熱愛去書寫生產認證這件事情 那因為認證這件事情對女性來說 她其實是一種很強烈的撕裂跟剖開 那個就像異形降生一樣 然後對於女性來說 那個是一種整個的自我的分裂 不僅是身體的分裂也是 就是你一直認知到這個我的分裂跟剝奪 我覺得她是用這種眼光去看待女性的生產功能這件事情的 所以她在裡面寫的 這些擁有不幸的生產經驗的女性是怎麼樣的女性 是妓女 然後是吸毒的女人 就是都是非常邊緣非常殘破 然後非常有缺陷的女人 讓她們生出來的胎 她們生出來的嬰孩 去做什麼用途去餵養男性 去讓那個嫖妓的某男吃掉 可能像就是那個那個三金嗎 對三金系列裡面那樣子吃飲胎養鹽的那個方法 然後以及去餵養那個毒販 去讓她熬出就是讓自己更加活力更好的 那個那個那個海洛因八號這樣子 就是這些最不堪的女性身體的 那個資源回收再利用去的用途是什麼 就是變成了供養這些 這個男性社會 這些社會裡面的男人們的利益的現實的好處這樣子 對 那你思考到這個真的是 從字眼上來看 或是我們從她的感情上來看 都是非常笨 我覺得就是真的是非常 既冷到極點 然後那種冰冷 然後那種怎麼講 對於這些事情 這件事件是毫無一點熱情的冷淡或是新冷 然後但是同時她又有很熱的 就是很熱情的 然後因為還是就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但是就是 無可奈何 你因為很關注這件事情 因為頭雨熱情 所以你同時會失望 你會心悔意冷 然後你知道你沒有解決的方法 所以那些剛剛我們提到一些 也許一些 分析技術並不是你演在表面上的 所謂的玩世不公 所謂的遊戲性 就是這些東西 你不能看表象去決定一個人 一個人我常開玩笑 講一些很不著邊際的話 那你如果從表面上去判斷說 他就是一個 嗯嗯嗯嗯嗯 他就是一個厭世者或遊戲世間者的話 那不一定是正確的 因為人都會轉彎 人的內心是曲折的 然後我們會掩飾自己真正的御途 那正因為對這樣的一個 女性的命運也好 或者是女性的宿命 或者是城市的生活 城市的生活也好的 那種無可奈何的感覺 以及就是 就對這些問題 他沒有辦法解決 就像我們常看新聞 也覺得我沒有辦法解決 任何事情一樣 那所以後來怎麼樣 我們只好又去尋找 我們自己的 現在能夠擁有的一點點 小幸福吧 小確幸吧 一邊吃創考一邊看電視 再去談一些 嗯 好笑的廣告 好笑的YouTube 好笑的影片 那這裡面我覺得那個 其實這首詩裡面的奮激之情 是非常強的 而且是非常關注在 女性身上的這樣 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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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的